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去到中西區和香港大學 視察大廈的污水監測工作 林鄭月娥連同環境局局長王錦昇 去到中西區一個污水井採養點 視察抽取污水的工作 由去年年底至今 政府已經在超過110棟污水檢測層陽性的大廈 找到超過50宗確診 認為是成效顯著 林鄭月娥之後去到港大的公共衛生實驗室 聽取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等人 介紹污水檢測的過程 她感謝研究團隊 在農曆新年期間仍然堅守崗位 林鄭月娥之後又到訪了環保署核下 陸在上環的回收便利點 這類以商鋪模式營運的便利點 現時全港有22間 推出3個月已接待超過5萬人次 而環保署的陸陸上電子積分計劃 亦有接近3萬個家庭或個人會員 林鄭月娥希望更多市民 將減費回收習慣融入生活 師傅